生活在农村的人都应该知道乡下有很多破旧不堪的老房子 这种房子看起来阴森恐怖 特别是晚上 似乎里面有一对眼睛在看着你 我生活在乡下 有人说农村好 安静 空气嘛也比较新鲜 也有很多流传的故事 接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午夜 小王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 今天回来这么晚 是因为朋友让他留在家里喝酒 一身酒气醉醺醺的 乡下流传晚上一般不要走夜路 会碰到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千万不要往一些破旧的房子里面看 或许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在那里正在注视着你 当然 对于喝醉酒的小王是无所畏惧的 一身酒气为他壮胆 前面就是村口了 村口旁边有一个水沟 那水沟旁边有一座老房子 听说这个房子很是邪门 之前的一户人家 夫妻闹别扭 夫女上吊死在了屋里 而且那几天 有人传言听到女人的哭泣声 那声音真是毛骨悚然 走到这里 小王有些不禁的打了哆嗦 虽然自己没有听到过 但是传言还是很恐怖的 慢慢的 似乎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离房子越近 叫他名字的声音就越大 是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突然一回头 一个女人的脖子 从那个屋子里面就伸了出来 脖子很长 脸色沙白 眼睛里不时的还在滴血 小王吓得直接从自己的自行车上 就摔了下来 第二天 村里人发现 小王已经死在了村口 至于怎么死的 或许是因为好奇 或许是因为 晚上有人叫他名字 他回头了